你知道苹果,Google,Meta,Netflix 这些巨头为什么都在硅谷吗? 这背后其实是一连串意外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硅谷是怎么变成世界科技中心的 我们从头讲起 故事的起点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而是一棵果树 没错,硅谷的前身是一片果园 早年这里叫做圣塔克拉拉山谷 出产杏仁李子杏子被称为世界最美的果园 那时候别说什么科技公司 连硅都还没诞生 真正开始改变一切的人 是一个教授 弗雷德里克特曼 Frederick Turman 他是谁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被称为硅谷之父 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点 他特别鼓励学生不要去找工作 而是去开公司 在当时这种想法超级前卫 特曼最有名的两个学生 叫做比尔修利特 比尔·朱雷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rker 对 就是那两位创办HP惠普的人 他们的第一家公司不是在什么高楼大厦里 而是在一个车库里 从一个车库开始创业 后来这个套路被无数硅谷人学 走成了一种文化 所以很多人说 硅谷精神其实就是从HP的车库里诞生的 HP的成功给了整个斯坦福和湾区一个启士 哦 原来搞研究做技术是可以直接赚钱的 于是斯坦福大学开始把学校的地拿出来出租给搞技术的人创业 这块地后来就变成了斯坦福工业园 注意这个名字 斯坦福工业园 这就是硅谷最早的雏形 谁是第一个搬进去的人 答案就是一个搞雷达的公司 叫瓦里安兄弟公司 接着美国政府来了 为什么 因为1950年代 美国正处在冷战初期要跟苏联军备竞赛 政府砸大钱搞科研 尤其是电子通信导弹侦测这些领域 弯曲这些搞技术的人刚好能接这些军火单 所以从1950年代开始 一大堆做军用科技的公司在硅谷附近冒出来 而且还很赚钱 再加上斯坦福大学就在旁边 源源不断提供人才实验室技术资源 这简直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 但这还没完 硅谷能成世界中心还有一个关键 先同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 这是1957年八个从肖克利实验室 跳出来的科学家搞出来的公司 为什么跳槽 因为他们的老板肖克利是个诺贝尔奖得主 但也是个超级控制狂 这八个人不堪忍受决定自己干 史称八叛徒 没想到他们不仅做出美国第一批商用晶体管 还奠定了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基底 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硅谷的始祖公司 因为从先同分出去的员工创办了几十家新公司 包括你肯定听过的 英特尔 英特尔 所以说硅谷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有硅而是因为有先同 而先同之后的公司也继续不断裂变 英特尔 AMD NVIDIA Sun Microsystems 都是从这条线裂变出来的 这种裂变式的创业文化有一个名字叫先同效应 意思是说 一家公司失败或成功都没关系 它的员工出去还能创一堆新公司 这种创业生态成了硅谷最宝贵的资产 你看从果园斯坦福HP工业园军工合同先同英特尔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讲 硅谷为什么是硅 其实是因为半导体这种东西的核心材料 就是硅斯利肯 而先同他们做的就是用硅做出第一代晶体管 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媒体叫成了 Silicon Valley 硅谷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71年的一份报纸专栏 结果一炮而红 从此硅谷就变成科技创新创业的代名词 但你以为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 不 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风险投资 硅谷之所以能催生那么多伟大的公司 考的不只是技术和学校 还要有钱 这些钱从哪里来 从一群敢投疯子的投资人身上来 1960年代开始 一种叫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 的模式 在硅谷慢慢成型 这些投资人专门干一件事 投那种还什么都没有 但很有梦想的初创公司 比如后来有家公司 一开始连个产品都没做出来 投资人就先投了9万美元给他们 这家公司叫做Apple 但你看出重点了吗 硅谷厉害的不只是技术 而是这个组合 有好学校 有聪明人 有政府订单 有军工项目 有公司分裂出来的经验团队 有车库创业的文化 还有大量敢投风险的钱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 才成了今天的硅谷 你要找第二个这样完整生态的地方 真的很难 这就是为什么连北京深圳 班加罗尔首尔 巴黎东京柏林都想学硅谷 但都学不全 因为硅谷不是复制出来的 而是一步步长出来的 它不是一个地方 而是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正在不断演化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现在全球的科技公司 都还想搬来硅谷 不是有网路就可以远程了吗 不是AI时代了吗 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挤进这个房价柜 税又高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这个远程办公都能搞定的时代 还是有一堆科技公司拼了命 也要挤进硅谷 为什么 硅谷的魔力到底在哪里 先讲个真实的例子 2005年马克扎克伯格刚创办Facebook 当时他还在哈佛 朋友都劝他说 就在波士顿发展啊 这里也有学校 有工程师 结果扎克伯格怎么回答 他说了一句非常硅谷的话 不 我要去加州 我要去硅谷 为什么 因为他说在那边空气里 都是创业的味道 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 但你真的去硅谷看一圈 就明白了 走进一间咖啡馆隔壁桌的人 不是在谈新创募资 就是在聊要不要跳槽 去某个AI公司 在这里搞科技写代码 谈估值是一种日常生活 这叫浓度 你在哪里生活 就容易变成那里的平均值 所以在硅谷创业不是冒险 是常识 第二个原因叫做连结 什么意思 你在这边开一家公司 随便请个工程师 可能前东家是Google 前前东家是Apple 室友是Meta 大学同学在NVIDIA 投资人是PayPal早期员工 只要你混一段时间 人脉网就会自己长出来 而且最神奇的是 这个地方的失败宽容度超高 在别的地方 你开公司失败了 银行不借你钱 朋友不敢合作 但在硅谷你失败过 还更容易拿到下一轮投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你摔过跤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这就是硅谷的另一个文化资产 鼓励失败 第三个原因叫做资源密度 你缺工程师 附近就有斯坦福 UC Barclay Caltech 这种学校在源源不断产人 你缺顾问 这边一堆创业导师前辈 前CTO 前PM 在做独立咨询 你缺资金 走路十分钟 就是一堆风投公司总部 红杉安德森 霍洛维茨 Benchmark Lightspeed 所以在硅谷开公司 虽然贵 但效率高 就像开挂一样 很多创办人都说 在别的城市一年做的事 在硅谷三个月就能做完 当然啦 不是说别的地方不行 但硅谷的配套 是几十年一层层堆出来的 比如 你做AI这边有NVIDIA的生态 你做芯片这边 有台积电的客户 英特尔的对手 你做电动车 特斯拉 Ravian都在附近 你做云服务 AWS Google Cloud Azure就在隔壁 你做硬体软体服务平台系统 只要有点规模 最后都会绕进硅谷的圈子里 第四个原因是 人才自带飞轮 什么意思 顶级公司会吸引顶级人才 顶级人才会再创立公司 再吸引新投资 再吸引新人才 于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硅谷创业的华人 会找在硅谷工作的印度工程师 一起请一位乌克兰的远程开发者 再找一位在纽约的台湾PM 跑到旧金山Pitch给一个以色列人开设的基金 这不是多元化 这是日常 而且还有一个隐形规则 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做得出来 别人就愿意合作 不会看学历年龄 种族穿着 重点是 你有没有搞头 这就是硅谷最迷人的一点 机会感 你可能来自一个毫无背景的国家 但只要你够强够拼 这个地方会让你有机会爬上来 很多全球创办员都说 我不是来硅谷当员工的 我是来当老板的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理想化 但确实发生过太多次 从南非来的马斯克 从叙利亚难民后代 变成Apple CEO的乔布斯 从印度搬来加州的Google CEO皮茶医 从湖南农村考出国的黄仁勋 这些人都不是美国出生的 但都在硅谷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来对了地方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为什么全世界科技公司 都想搬来硅谷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城市 而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引力厂 它吸引了人才 聚集了资金 包容了失败 鼓励了冒险 还不断裂变 演化进化 不过这个引力厂 也不是没有挑战 这几年你可能也听说过 硅谷房价贵到下人 通勤难 交通烂 治安也变差 AI时代又让远程工作更普及 大家开始想 我真的需要待在硅谷吗 但即使如此 硅谷还是没倒 很多人虽然搬出去 但总部还是设在这里 融资还是来这边谈 关键会议还是要回湾区飞一趟 因为生态还在 人脉还在 文化还在 更重要的是 那个让人敢想 敢拼敢失败的精神还在 所以结论是什么 硅谷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它是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地方 它代表的不只是科技 而是机会 正因为如此 全世界的科技人还是愿意读一把 好了 这就是硅谷是怎么诞生的 完整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科技与商业故事 记得点个赞订阅哦 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见